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支持臺灣古典藝術基礎教育演講 展示藝術家蕭啟郎 張兆榮 李鴻藍 李敬郎 開幕典禮 正式開始 謝謝 藝術教育是百年大季 感謝各界對8月7日到8月14日 提案柔情支持臺灣古典藝術基礎教育 林鴻藍2022中心合璧創作攝影展活動的支持 非常感謝東南老師拋磚引鈺 捐出百途作品 有一面以上的作品獲得典藏 這是個開始 在這次活動中 我們連結教育界 藝術界跟企業界 一起串聯臺灣的藝術產業鏈 這是臺灣藝術大廚陳志成校長提出的理念 最重要的是這次活動有你的支持與參與 我們一起來實踐這個理念 這次9月24日到10月10日 我們特別邀請四位藝術家 蕭錫陽老師 張兆龍 林鴻藍 林鴻藍共同來互相勝出 一起聯合主辦支持臺灣古典藝術基礎教育連展 還建議繼續支持參與 令你知道 我們接下來是古典藝術想念 首先跟大家介紹這位陳嘉穎老師 他是美國紐約飛電大學中國古典舞專業碩士 劉美13名 從藝術團在全世界演出1300場 榮獲新唐人主辦的第六屆全世界中國古典舞大賽 青年名字組的金獎 回臺後延續舞蹈教學 目前是個人舞蹈工作的負責人 也是林鴻藍術高中的監客老師 請欣賞陳嘉穎老師帶來的中國古典舞清秀古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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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uch 歡迎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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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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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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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